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虹变化、带你赚钱带你飞 欢迎来到JBCROPITO频道 好,比特币目前的行情经过调整震荡之后 该怎么解读,还能上涨吗? 目前以太坊开始加速上涨 这代表什么呢? 能够追多买入吗? 好,来讨论一下,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视频下面链接的章章客群 一些最关键及时分析、补传服务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 Discord还有电报群都是免费的 就是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加入了 OK,完全免费 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社群内部的资源 及时分析、短线报单、自动单 多套的车工使用 还有指标、指标讯号 外加我们现在占了一个量化交易服务 专门提供给本金有上万美金的朋友 OK 好,以上的服务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都可以私讯我了解 这里 链接点击可以私讯我 打开 就看到 OK 点击这个私信哦 好吧 想交会员或想了解这些服务的话 都是可以的 目前的绩效也非常不错 OK,看一下 走盈利啊 进行亏啊 的情况 OK 好 现在实际是 看一下 7月3号星期一 下午6点 OK 我们来看盘面 盘面来讲解一下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本周周一嘛 有我们 周线啊 才刚收盘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收盘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周线收盘呢 我们上上周 也是暴涨这一周 它是一根 大阳线 对不对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上周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 它出现什么 一根十字星 一个十字星 而且它是一个运线啊 虽然说我们 并不会输啊 我们看到运线就要看暴跌 这是不 这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 即便是运线 它也有可能 再往上涨一段 然后呢 才开始跌 或怎么样 可能性比较多嘛 是吧 就我们 要强调一点 运线结构 存交量 我们这根十字星 它的一个量呢 它是 轮门这根大阳线的 超过一半 所以它绝对是 妥妥的一个运线 没有错的 它是一根非常明确的十字运线 这个信号看空吗 不是 那它看涨吗 也不是啊 这个信号代表什么 它代表说 上涨的力量 并没有想象中强 懂得是吧 上涨的 上涨的力量 就拉伸 上涨的力量 它并没有很强 我们看啊 你看啊 我们原本 每一段拉伸 你看 像这段 哎 这里是有一个什么 波段前高吗 是吧 突破 我一根大阳线收起来 后续继续拉伸 延续一段距离 对不对 是吧 你看我们从这边突破之后呢 延续距离多远 延续了 有大概18个百分点 18% 后续又再次跌 或者跌至 但是它收针 又涨起来 那这里呢 你看 这里当时也是有个前高吗 前高位置 大概价 我们看一下 在25300左右 2588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突破的时候怎么样 我看一下 OK 一根大阳线啊 完完全全的突破阻力区 是吧 突破延续距离啊 至少都是15点左右 后续延续最高的位置 大概是延续多远 你看一下 延续的距离 最多有多远呢 突破前高之后 延续距离有22个点 而且什么 而且 我们突破前高之后呢 是一根干净利落的大阳线突破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停滞 是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的周线 大阳拉起来 马上下一周出现 要实际运线 我们 最有用词啊 我们并不能说 出现运线 就直接能看暴跌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但是出现了运线 我们能出 我们能给出个预测 什么呢 出现了这根 直接半刷的运线呢 我们会认为 接下来上涨 基本上要暴涨 我认为也是很难 很难实现的 很难暴涨了 已经很难暴涨 OK 即便我们接下来突破 我认为也很难暴涨 很难暴涨 OK 我们打之打清楚 十字运线 十字运线 不能看暴跌 不能看 反转 不能看 不能看跌反转 不能看跌反转 打清楚点 但上涨已经明显 明显 力量减弱 很难大幅暴涨 OK 有机会 到 三二 操操操 OK 我们可以这样打 这是我今天 周一 看到周线 收完之后呢 比较大的结论 十字运线 哪一个呢 就是这一根 十字运线 是吧 出现运线 是不能看反转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上涨已经明显力量显弱了 很难再大幅暴涨 有机会到三二 这附近 但是呢 到三六 四万 很难 很难 十字运线 非常重要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一期视频也是有明确的提到 我们提到什么东西 我们看四小时 四小时图呢 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在前高31050这一线呢 它受到压制 那我们上周五是出现了这根 插针暴跌 是吧 插钻前低29539 但也没有暴跌 是吧 没有真的暴跌啊 打针真的拉起来 还在震荡 那接下来 我认为接下来行情 我们上一期视频有明确讲到 会形成一个震荡的区间 那区间的高点 低点的话 我认为就是在2.5了 那区间的高点呢 我认为是有机会去到达3.2左右 OK 但是到3.2之后呢 如果说涨起来 没亮 同时还有另外条件啊 因为以太坊最近长很凶嘛 我们最后做个总结 OK 目前呢 当前为止我预测 将会形成这样一个高点子 就是箱体 箱体的低点 大概是295左右 箱体的一个顶部的话 大概是3.2左右 那会形成一段震荡 震荡过后呢 震荡过后 我相信是会下跌的 OK 比较主观的预测啊 至少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从周线角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可以有一个小结论 目前要暴涨 目前要暴涨 我们补一句啊 暴涨多少 暴涨到4万好了 明显力量减弱 很难暴涨到4万 OK 有机会在3.2没错 但是你要暴涨到4万5万 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 我们比较之前的行情来说的话 所有行情突破之后 都是干净的延续 突破前高延续 突破前高 是吧 破前高延续 破前高延续 那这里破前高延续没有延续 注意啊朋友们 OK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 整体来讲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行情 会在高位作为一个震荡箱体 箱体的底部就在2万5百左右 箱体的顶部 我认为会在 会落在3.2左右 3.2左右 OK 做一段时间震荡 震荡调整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 但它没有量 很有可能高位啊 还要再打下来 还要打下来 那这就会是我们去考虑去做空的机会了 做空的机会了 好 目前的话还是看好 接下来行情会做一段时间的拉伸 但是我认为拉伸的空间 已非常有限了 拉伸的空间有限 也是我们刚刚给出的结论 除了这一点以外 周线十字运线 这边补一句啊 周线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太坊 已经出现了加速上涨的情况 OK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 以太坊这段行情 它是有做加速拉升的 是吧 加速涨起来 而我们的比特币呢 它其实并没有跟上的 没有跟上嘛 是吧 我们看到啊 以太坊对比特币 ETH BTC 交易对 我们可以发现 前几次相对高点 这里 这里 是吧 我们看一下日期啊 看一下好 在我们的4月18号和 6月6号 看一下 4月18号和6月6号 4月18号 我们看一下 4月18号在哪里呢 哇 在这里啊 朋友们 以太坊涨到2100 迅速暴跌 还有什么时候 看一下 6月6号 6月6号 看一下 6月6号 6月6号的时间点 看一下 6月6号 在这里嘛 这里 后续呢 也是产生一段 急跌 急速下跌 是吧 你可以发现 以太坊的汇率 在短期间 快速走强的时候呢 通常代表市场 已经接近 阶段性高点 或是 已经准备要下跌 OK 好 所以呢 如果说 接下来啊 我们再讲 再重要一点啊 如果说接下来 以太坊 持续的拉涨 而比特币呢 比特币 非常微秘的 震荡上涨 涨一点点 比特币涨一点点 而以太坊呢 大幅暴涨 以太坊暴涨 比特币 小幅上涨 同时呢 比特币突破前高 一线 缩量 没量 要告诉你 到时候 将会是你现货 全部清商 多单出场的机会 不要再过度风貌了 市场上已经出现了 一些比较不好的群号 除了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上 OK 周线级别上 什么东西呢 周线级别上 的十字并线 虽然不能看跌反转 但是上涨 已经明显疲弱 很难再大幅 暴拉到四万了 OK 有机会在三万二 但是我认为 很难暴涨到四万 很难暴涨 很难大幅脱离大增了 OK 因为上周 已经出现一个 十字运线 好 那外加一点 如果说以太坊 接下来 也是跟随 出现了拉涨 比如说以太坊 涨起来涨到两千 两千一 涨起来了 而比特币呢 它并没有加速 而是高位持续的 拉涨 震荡 那后续啊 下来可能性就非常大 OK 好 目前已经出现 风险信号 请大家认真看待 OK 好 那详细的交易 就按下行情解析 都在群里 欢迎加入 包括每日 即时分析 短线报单 自动单 指标指标讯号 都非常实用 想加入的话 点击链接可以加入了 OK 不应该交易所 并插交易所 注册入金 1000U 就可以接受 向我们的服务 完整的 各种服务啊 报单啊 指导啊 分析啊 自动单啊 指标啊 这些内容 都是相信对你有帮助的 OK 好 以上那些内容讲解 那还有我们的 这样一个量化服务啊 效益非常不错 净 几天的一个收益啊 净亏74万 总益力107万 总汇损33万 OK 看一下 好 那我们做个总结 比特币呢 高位 目前来讲 周线形的十字运线 十字运线 我认为很难再暴涨 上涨力量明显减弱 很难大幅暴涨了 有机会做小弗拉伸 但是要大幅拉伸 很困难 OK 那短级别的预测 我认为比特币会在 29500到3万2附近做震荡 震荡过后呢 后续我认为 有较大几率 会产生比较深的下跌回撤 可能回撤到26500附近 26500附近 OK 这接下来我会发生的情况 OK 注意一下 这是比特币 那以太坊的部分 以太坊的话 目前讲 走势正在进行加速 走势也是目前在加速啊 目前加速 OK 目前加速 接下来如果说 以太坊 最重要的一点 以太坊加速拉伸 如果说比如说以太坊 以太坊 加速 拉上去 涨起来 而比特币呢 只是怎样 震荡上行 疲弱上行 并且出现大阴线 大阴线 打下来 那这将会是你现货全部出场机会 很可能市场要接下来经历一波 这个多头的一个虐杀了 OK 好 需要注意 非常重要 需要注意一下 OK 好 以下讲解 喜欢的话点个赞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 拜拜